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血孙闷可不就是没觉醒的吗 然后这里路人局这个袁绍还是喜欢手量 我不知道为啥 我觉得很奇怪 说实话 因为现在的这个袁绍呢 他现在手量是肯定射不死人的 他最多射四法 以前的袁绍射四法都不一定射死人 更何况现在的袁绍射失 然后这里呢 这局的亮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场上五号位逃跑的 七号位有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ID啊 对那个熟悉的ID是谁啊 那个对吧 这个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啊 我就不解释了 然后这个四号表示还能再放一次 的确是他刚才已经放了三个花色了 现在还可以再有一个花色 然后可以再放一次 然后这里呢 就出现了一些让人很 我很没话的一个片段啊 就是这个 这个邓爱司马在这里疯狂种田 这种情况怎么讲 就是 这个 你残血了 然后你手牌的这个质量不高 然后你 这个如果是想活想赢 等等一系列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呢 别种田了 对 你就你就把那把 你就把那把牌放手上 就不要再动了 因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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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你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个什么 不考虑就是 如果说你死了之后 你们国家的这个 曹丕 然后他根本拿不到任何的这个遗产 就你的尸体 什么都没有 因为全部被你变成田了 这是很不好的一点 就是我在很多 天前 几个月前的时候 我做过一句是 录像 就是说 关于大卫国翻车那排录像 我就玩的是这个邓爱司马 然后我死的时候 捅了13个田 当时我就想说 我说是 因为 因为当时呢 就是敌人的火力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猛 所以我就囤田了 那个我觉得情有可原 毕竟第一 当时是四位局 而且就是 魏国就是 桃子还都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我囤田 应该还是可以活过去的 因为 而且我们国家有逃避 可以去把那个 别人翻掉之后 然后保证我的行动 但是 就是 还是低估了这个 黄月音的这个爆发能力 然后导致这个 就没有给这个太子 留下太多的遗产 那这个 这里的这个司马登爱 就很过分 就是 明知道自己 这个已经不是大魏的局了 然后肯定没有办法 然后他还囤那么多天 当然 这里我也是站到 我自己的个人 个人考虑的 因为我就是这个 草皮啊 然后我 我那个什么 我坑了一把 因为 第二次放箭的时候 我忘了开那个 放竹的月亮啊 所以就没有把这个 孔荣或者吕布 放竹过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肯定想的是 把这个逃跑的 直接干掉 干掉 万一是个群雄 我也就赚了 是不是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的这两个队友呢 他非常的给我面子 一个是 一点遗产都不给我 连卤都给我种田了 还有一个 更可恶 直接给我来个逃跑 不但不给我遗产 还要把我身上的东西 全部给我扒斗 这就很过分了 真的非常的过分 我觉得 真的是隧道人生的 这个新高度了 然后这里呢 我就跟这个主持角 开始聊天了 然后我跟主持角 就在这里 然后就产生了 这个缘分 然后就 我就问他要了 这盘游戏视频的 这个录像 为什么不做 我自己的这个 主持角录像呢 第一我觉得 这个什么 就是 让我出现在 别人的主持角里面 应该会更有意思 还有一点就是 还有一点就是 我那天晚上的 那个三锅沙 客户端 卡巴格 然后那天的 所有的录像 又全丢了 然后我就 你懂的 所以我就 没有把这盘录像 保存下来 所以我就问他们要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那就是 有个张飞啊 张飞就是残局神器 也是一个 杀大局的 这样一个神器 就只要你 那个什么 只要你这个 排够多 然后你就 推到其中一个 然后就能连环推 反正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肯定是 我没啥机会了嘛 对吧 然后就打了一会儿 酱油 然后看了下 我这两个队友 是如何实力坑我的啊 这个真的让人 很难受 然后我们再来 看一下这一盘 这一盘呢 就对吧 还是我的主持奖啊 然后这里选赞的话 那肯定毫不犹豫啊 那还是刚才 那个组合 对不对 刚才那一盘 让我觉得很难受 然后这一盘的话 就让我觉得 嗯 这才有一点 这个理点 曹一的样子 是不是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稍微加速一点 因为我觉得 还是最后一局 比较有意思 我们稍微加速一点 然后这里的话 因为现在新国战 这个先驱标记 已经没有之前 那么好用了 要不然的话 我可以再多拨两张的 就是爆发的可能性 就更高一点 但是这里的话呢 就有点那个什么 但是也是可以打的 然后像这种 嗯 你是逃疲理点 完了之后 你放AOE 这种出杀的人 三血不卖的人 你就放心去捅就完事了 他就算出杀 你也要去捅 毕竟 所有人都知道 理点可是大魏的聊机 你连聊机的这个 都不接受 他的这个这个撩 你还玩个什么呀 对吧 然后这里就把 官师傅直接啪出去了 因为我觉得 官师傅这个东西 非常的危险 就很害怕这个东西 就是落到敌人的手里 是不是 然后这里的话 你看这个 真的是 如果缺少那一点点 伤害的话 这个张飞将荣 将荣是什么东西 这口糊我的天 张飞将为 如果要是不死的话 那对吧 那对于魏国来讲 对我来讲 面临之灾 张飞的能力 刚才大家 各位都已经看见了 是不是 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里的话呢 也是运气非常的好 然后又有一个队友 到不然的话 还蛮危险的 因为 因为当时我 这个打了一波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 没有什么队友 除了这个二号 有 有我队友的嫌疑 因为他 他是二号位 然后他手牌 肯定是经过调整的 我放了两个 男妈入侵出去 他什么都没有出 我觉得他有可能 是在刻意的跟我刷牌 所以我觉得二号 是很像我队友的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八号 这个寻遇真机 竟然也是我队友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是你是寻遇 然后你不愿意掉血 你觉得没有 劫命空间 你不跟我卖牌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还是应该去卖一卖 毕竟还是 一写两牌的收益 对不对 你就把自己当国家 玩不就好了 但是这个 他要这样打的话 那他可能比较自信吧 反正结果来讲 还是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的 然后我觉得 这一盘这才是 对吧 这才是国战嘛 对不对 这才是国战的大位 对不对 这就很爽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 对吧 直接碾压 我觉得这里的话 应该把那个 诸葛言德认识去 诸葛言德认识去 让他这个实力 这个劝降 然后这里一刀 逼命 OK 就是这么的愉快 这还是那盘的首胜 反正我是 我这段时间啊 就赢得很少 反正就挺惨的 然后呢 再给大家看 这个第三盘录像 第三盘这里 非常的豪华 这个 这个这个各种啊 这个司马家 老司机啊 家机啊 这都可以选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选择的是 这个家机 没有选老司机 是因为 这个老司机 就个人嘲讽 感觉要更高一点吧 然后我觉得 有国家的话 可以保证这个 洛神的每回合的 这个稳定过牌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然后咱们出生在七号 这一堂有什么亮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上家的这个ID 有没有觉得 非常的艳熟 当然你们 你们要认识他 你们可能觉得眼熟 你们要不认识他 你们觉得不眼熟啊 这个上家的这个六号位啊 黄约大神 对吧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 如果还不知道的话 那我就 嗯 没话了 然后这个是 就刚好是跟 跟人家打这个水友局嘛 然后在 在座的这些呢 也都是 嗯 他的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都是水友 然后 嗯 那牌是 那牌我记得是 BBD的直播 然后 嗯 我 我 我当时是 那个什么 当时是 跑到他的这个 直播间里面去 然后发现 他的打水友局 然后我就蹭了一下 蹭了一下 然后就 嗯 玩了这个武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这盘呢 时间比较长 我们稍微加快点进度啊 稍微加快点进度 这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我在 呃 整局游戏里面发挥 还是不错的 嗯 只不过就是 嗯 嗯 因为大家都是水友嘛 大家都水友 然后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 嗯 水平啊 之类的啊 都比那个 嗯 路人局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路人局的话 也有那种特别厉害的 但是 嗯 毕竟就是 不怎么会玩的 还是居多嘛 对吧 然后水友局的话 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在于 就大家都 都还可以 都比较会玩 然后这里呢 这个运气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摸到了这个两个桃子 咱们的这个鞋也是没有白掉 而且这个有曹丕的这个控场 然后直接让这些人全部翻面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 怎么讲呢 这个 嗯 这个淘皮选择了去杀这个 二号 其实我觉得可能 再去杀这个貂蝉 可能性要 要 要好一点 我觉得 嗯 毕竟呢 这个VVD 他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 13号一上来 好像弄了他 然后他又很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他应该会去报复这个 三号啊 所以就不用管他 然后这里呢 这个 嗯 诸葛亮也是非常的这个贼啊 就直接把那个脸乳弃掉了 如果你要 这个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你要是在一个 在一个暴将旁边的话 你的确是应该去把这个脸乳弃掉的 万一被人家这个暴将拿走了之后 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里的话呢 咱们看了这个人是一个那个群雄的 如果刚才要是有那个红桃的话 还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可惜咱们没有 所以那个火锅呢 就没有打出去 还是有点有点有点不太好的 然后这里呢 翻出来一个周泰孙奔 这里的这个周泰孙奔改过之后就非常的强了 是不是太快了 稍微慢一点 然后这里呢 就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一波表演啊 你就知道啊 什么叫做运气 咱们这个被闪电劈了 我百分之百打保证 曹皮手里肯定没有桃子 他那个时候肯定救不了我的 然后这里呢 这个运气真的是好无敌啊 然后就又摸到了两颗桃子 等于说咱们等会儿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这里有这个铁锁连环 其实因为有小诸葛 我觉得应该连起来的可能性很小 这里的话呢 就排序就有一点点错误啊 就应该先去出这个南蛮入侵和决斗 然后再去连这个什么的 但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用这个藤甲了 然后这里盟军的这个桃子也是非常的多 这一排就让大家实力看到这个二打六 然后这里就是有人就觉得啊 你为什么不留桃子啊什么的 因为当时直播间我看到有人就说 就说啊这个佳姬好牛逼 但是佳姬为什么把桃子全部吃光了呢 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首先啊 你们二打六已经打死三个了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这三个人呢 他们就孙奔对吧 就是地表最强男人 这个就大家都不用这个怀疑他的能力 然后呢这个虽然说我们把这个甲雪乐住了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有这个小诸葛 然后有这个孙奔的包养 我觉得他是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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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有可能就是出乐 然后这个曹丕我觉得他他很有可能就死掉了 然后然后这里的话呢就是 我就把桃子吃掉了 因为我觉得他马上就死死了 就要进澳战 进澳战之后我就会被各种打 然后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大陷将至了 应该是赢不了的 因为因为这里的话 他们肯定不会允许一个对吧 夹击然后进这个这个进进到后期的 然后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甲雪哈就怎么讲呢 就是他是这里面最弱的 然后我觉得他乖乖待着比较好 因为因为第一这个这个旁统还有一条命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周泰 人家对吧 这个本来就孙奔周泰就很厉害了 然后这里就就怎么讲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这个周泰的一面会是里面最大的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小诸葛的这个这条命肯定是要会被打出来的 但是这个孙奔就不一定了 人家这个一直保持一血状态 就是最强状态 对吧 现在反正现在也吃不了桃子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强的应该是这个 这个孙奔周泰 反正这里甲雪肯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就是他跟这个小诸葛 然后去打这个周泰 我觉得二打一难度都挺大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BBD的这个直播表现吧 然后这里就开始聊天啊 右下角这个小电视小剧场就开始聊天了 大家随便看一下 然后还是看这个牌局吧 牌局的话呢 这个孙奔呢就表示啊 就毕竟都是我们都是BBD的粉嘛 然后觉得啊就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人 打球就非常坏 就说不好意思你别赢 但是真的我觉得他们二打一 是打这个孙奔还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戒因姿 戒因姿有了之后 他就一直可以保持三血状态 就非常厉害 而且到了老战时期 他那个红 所有的桃子都会变成沙闪 桃子都是红色的 所以这就很加大了这个 孙奔的这个季昂的概率 所以说这里的话能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新的这个三国茶国战呢 这个官方是多么的喜欢的 吴国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强了 结果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贾巡马腾竟然一直一直在这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掉转 掉转仓头去打这个 打这个朱格 然后又去打这个孙奔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肯定打不过 然后这里你看这个孙奔 也是不去杀这个贾巡 就直接去捅这个小诸葛 因为毕竟小诸葛 如果有牌的话 还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这里有这个青冈剑 有青冈剑之后 那就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对吧 大神BVD也有这个绝望的时候 我没有黑他的意思啊 我就想说 对吧 这个游戏主播嘛 对吧 那也是正常的玩家 也不可能说是 这个收买这个发牌员之类的 这里的话你看 他这个 唯一一次烧中之后 这个还是没有把它烧死 那这里的话 那真的是得那个什么 就基本上就可以投降 四个窗都没有了 那就只能是投降了 这局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这局的发挥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局 那今天的视频 就做到这里了 结束之前呢 希望各位观众大佬 能多给我发游戏录像 各种各种样子的游戏录像 都可以 但是 还有一点啊 就是我不打军争 不要再发军争的录像过来了 因为军争的录像 录像我也不会讲 比如说出现那个 细致材 我就得研究半天 他那个技能怎么用 然后司马辉 我也有点懵逼啊 那个龙音凤音 是干什么的 我就看不懂了 反正 就是还是国战录像吧 然后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